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ius Timepiece GDC4的小刚 我们又见面了 哈喽 很多女生会问我 哈喽 小刚啊 我要戴什么表才显得我比较有个性呢 或是男生会问我 小刚 我要戴什么表才显得我比较Handsome 我比较型 比较妖眼 比较Man 比较脸贼 那今天我就来分享一下这个话题 那很多我会答你答案是千水表 那很多人家就会说 千水表要怎么戴我的 不是千水的 不是买来千水 那其实千水表我不是真的叫你买去千水 那如果真的要买去千水的话 一般上我也会觉得人家只是会买Casio啦 G-Shop啦 戴坏了 贴下水也不用怕咯 我不相信真的有人会买那些五六十千啊 七百万啊 那种所谓的名表 虽然它是说主打千水 我不相信人家真的会带那些表去千水啦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想分享的是为什么我会推荐千水表呢 是因为我们也知道啦 千水表就好像你看我今天带的这个进攻 SRPC44 这个叫做金柜啦 我们堪称为金柜 非常受到欢迎这一次 那一般上我们也知道这些颗度啦 千水星的Sport 这种我们称它为Sport Model啦 都是有一些表圈有做一些设计啦 有颜色啦 那它的表可以显得比较厚重啦 就比较扎实 比较厚实这样子啦 所以男生带起来就会散发 你个人的这个男生独特的魅力哦 比较容易撩妹 也比较容易信女生啊 真的 那如果 那如果是女生的话呢 我会带的也比较显得比较有个性这样子啦 所以那今天我想推荐的是马币三千以下 不会超过三千 Discount了打了折之后都不会超过三千 就是一千以上到三千以下这个range啦 那我觉得这个range也比较容易受到大家的 这个比较容易接受到这个range 然后送人也比较合理 买给父亲节啦 甚至是你想在家关了太久没东西做 想花钱买表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看我的影片 那看到影片最后呢 我还分享我个人的心得 所以在这边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哦 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 正式进入正题 那第一次我想推荐的呢 可以说是哦 这个入门机械潜水运动型万表里面的王者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你这个最入门的价格哦 呃就可以给到你这个就是 最高最高等级 通缉里面有最高的规格哦 那就是你眼前所看到这一只哦 AXSKX009这个非常非常经典的系列 也是收到非常多这种入门 呃玩表这个发烧油哦 经常都在话题性非常高的一款手表哦 那这一只我会推荐是因为哦 在这整间店里面哦 在Mid Valley Seco Boutique里面哦 我看到就只是剩下这一只 那我有询问这边的店员他们也说 这一只就是剩下最后一只 那因为这一个型号呢已经是discontinue 就是已经是没有就是已经停产了没有再出了 所以市场上变得也喜欢的人也 呃一直在寻找这一只手表哦 这只SKX 然后这个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是因为为什么我刚说他的 你一个很低的价格 呃就给到你最高的规格了 因为你一个很低的价格哦 这一只售价是在马币定价是1745哦 其实不到2000 那如果再打了一个折扣之后 是更加更加便宜的 但是你有的是什么东西呢 你会看到哦他上面标注着这个divers200m 这个200米就是他其实是有个ISO 规格的这个防水系数高达200米 而且还是有旋路式的这个龙头 Scoot round的这个crown 而且配上他这个进攻非常非常经典的 这个15分这边是采用红色 然后这边其余是采用蓝色的这一种 白色pepsi的bezzel白色标签 这些通通都是这个SKX009这个非常经典的这个造型 而且配上他这一种超强的这个夜光 配上一个7X 他采用的这个是7X26的这个机型 所以是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耐用 完全不用手动的上链哦 完全你就只是纯粹这样摇一下 晃一下 基本上只要满链的话 基本上动力储存是超过40个小时的 那这支表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特点 就是你会 其实如果你在网上Google 你去搜一下的话 你搜一下这个Robert Reed Fox 他其实在这个all is lost这一套戏里面 这一个电影里面 其实那个主角是有佩戴的这一支 SECOL SKX009这个系列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支表真的是 我可以深深感受到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这一支 这一个入门的这一个款式 因为他的CP值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高 尤其是如果你把这个胶带 换成了他这个 经典的这种无珠Jubilee 无珠钢链的话 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再配上 因为他的这个是一个42mm的一个规格 然后配用一个22mm的一个表带 通通都是这一支表的特点 这个就是我第一支想跟他推荐的 XX009 第二支呢我个人想推荐的呢就是你眼前所看到这一支 Orient的这个旗下的这一个潜水系列 这个Sport Divers的这个model 就是比较高等级的Orient Star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潜水表 Sport Diving Vouchers 然后你喜欢它是有这一种动力储存显示的 Power Reserve功能的话 这个Power Reserve的Indicator的话 我觉得你一定会喜欢Orient Star 因为这个动力储存显示 可以说是在Orient Star里面 是它的这个经典之座 就是它的这个Signature 它这个Iconic的这个功能 所以你一般都会看到Orient Star 都会有这个12点钟方向 都会有这个Power Reserve的这个动力储存显示 这个Indicator在12点钟方向 这一支表是近期所推出的 就是这两年所 竞争年所推出最新的这个Orient Star潜水系列 你会看到下面写着Orient Star 然后这边写着Divers 200米来做点缀 防水是高达200米 然后整支表是日本制造的 就是Made in Japan的 我们所谓的JDM 后面有标签着它是Made in Japan的 然后你会看到很久没有看到一个字 看到吗 这边下面写着Ibsen 哇 这个字在进攻里面经常听到的 早期的进攻 Ibsen真的非常非常很久没有听到 也是这一支表的特别 刻在后面这一边 然后它机芯 这支机芯要讲 它是动力储存是超过50个小时的 因为它是采用这个Orient自家 Orient Star自家F6N47这个机芯 通过改造之后 从40个小时已经提升到去50个小时 那这个也是比我们一般在进攻4R系列 那个动力储存来的比较高 规格就是43.6mm 这个43.6mm就是属于 属于是比较中型的一种 Sport的这个Diving Watchers的这个规格 然后它的这个表耳到表耳 Lug to Lug的这个Size 这个长度是在51mm左右 然后厚度是在14mm 然后表带是采用22mm 那表带部分确实做得不错 因为20mm要换表带的话会比较方便 那我觉得如果这支表蓝面 蓝色的表圈 如果以后你配上一些这个胶带的话 我觉得应该会也是会做得非常的好看 然后这个就是我今天 就是想推荐的这一个就是Orient Star Diverse 200米 售价是在3500左右 它是一个定价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定价是在3500左右 这个是它的reference number 那折扣了过后应该是在2600多左右 如果喜欢的朋友们可以来一下 找回我之前推荐过的这位朋友Terence 这边有它电脑联络号码 因为马来西亚有代理Orient的地方应该也不多 这支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选择 这支这个我要再说一下 它的面盘设计其实非常像那个SYN 德国表的那个T1或是T2那个面盘 就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圆论的 你一看到它石标啦 分针啦 Index啦 这种外圈的刻度啦 这些都做了稍微是比较有那个 长方的那种圆 椭圆的那种感觉 所以整支表就不会像我们一般看到的那一种 太过释放了 或是它是这一种 它整个设计就是比较圆论的 这个是对我来讲是比较有新鲜感 这一支就是第二支我想推荐的Orient Star 第三支我小刚想推荐的呢 无疑就是这一个 也是算是这个清明入门这个名表品牌里面的一个 性价格子王 就是Swatch旗下这个其中一个品牌 Satina 这个Satina 也是一个历史非常非常悠久的一个品牌 就是你眼前这一款DX DX Action的这一款Divers 这个DX Action它的一些基本的规格就是 200米防水啦 然后也是经过这个ISO 6425的认证 所以你会在6点钟方向这边看到 然后这边写着Divers 200米的手 然后还有就是它这个是一个43mm的一个规格 然后它的厚度大概是12mm 这个厚度其实我有点43mm 其实它的厚度只有12mm的话 其实算是非常比一般我们看到市场上的那些运动型潜水款式 其实是算是薄的12mm算是真的是还算的做的蛮薄的 然后一个我非常想推荐的呢 是你看到它这个旧款的机芯 还是采用这个 那新的你会如果你是看到Swatch旗下的 这样一些MIDO啦 Satina RADO啦 Longin Satina 它如果又用了改造新的那个全新的80个小时啊 或是60个小时啦 好像这一车Satina用了80个小时的机芯啊 它这边下面就会写这个PowerMatic 80的 这个没有的话呢 它就是用这个ETA2824 就是我们黑马的这个机芯 非常非常的耐用 这个ETA2824 动力储存是超过38个小时以上啦 然后这个手动的上连日期的快调 然后还有就是它是28800高频震率的 所以这个是ETA 我个人非常喜欢 最原始最原始这个ETA的ETA的这个机芯的规格 一个我个人觉得要大赞一下是它这个面盘的设计 其实有一种像那种真的是潜水啊 就是劳力士那种那一种味道啊 其实还蛮漂亮的 而且你看到它的锐机窗坐在4点钟 而且它的那个底也底色是用黑色的 所以你在3点钟 你不留神的话 你会觉得它是没有热气的 所以这个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 因为看下去整个那个感觉就比较 比较平衡 比较有那种平衡感 再来就是我要讲解一下 你会看到它 如果你去网上搜一下 你会看到 这么它这个表圈哦 你会看到它光泽度非常非常的亮哦 好像用那一种Ceramate陶瓷表圈 其实不是哦 如果你去网上看的话 你会看到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哦 你看它这边写着它这个是 他们这一种叫enamel bezel 其实就是一个 它就是把它这个表圈哦 做得非常非常的亮啊 那个光泽度 非常的漂亮这边哦 这一支就是我小钢 今天想推荐 第三款我想推荐的这个 Sertina的这个DS Action这一款哦 非常非常的漂亮 全钢的 不是钢哦 Standard Steel 然后定价是2900 那扣了之后也是在小钢 所推荐的这个价格里面 那这支影片还是要 最后来说 还是要感谢这个 Special Thank and Sponsor by 这个 AWG的这个老板 那有什么大家喜欢的话 或是想留意一下这个方式 欢迎大家来联络一下 这款手表 那第四支想推荐的呢 非常非常的兴奋 因为这一支可以说是哦 真的是被列为这个 CP之王 性价比之王啊 王中之王 为什么会这样说啊 因为它以一个 3000马币的一个 3000是还没有折扣 是定价 如果折扣了之后哦 价格是更加更加便宜 也是一样在这个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一集里面的 这个价格就能够买到 那给到你什么吗 那给到你一个 我直接来看摊牌先说 80个小时 Swatch旗下 ETA-based的这个机型哦 是高达80个小时储存动力 然后这个防水是高达300米哦 300m哦 30个bar 然后再加上一个ceramic-based 陶瓷表圈哦 哇 这个真的是 你这个价格哦 真的是 称霸这个性价比之王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这一只我 之前有介绍过蓝面的哦 可以翻回去我之前影片看一下 呃 规格是43mm T-Sword天梭的哦 而且还有这个 也是一样有这个 Schooled-out crown哦 旋路式的龙头哦 哇 非常的非常的漂亮 我们来看一下 看到吗 C-Star Powermatic 80哦 然后6点钟方向 就有标着一个 这个 呃 日期窗在下面哦 下方这边 然后它整只表 其实 呃 这一只潜水表 它有非常有非常 呃 自己本身的特色哦 你看到它这个 呃 这个壳的造型哦 其实很像呃 我小刚之前拥有过那个 好像T-Sword PRC的那一种 呃 经典的那一种 典型的那一种壳的造型 所以这个是我个人呃 觉得非常非常 推荐的一款 也是 话题性非常的高 哦 而且它有非常多选择 有这个尼龙带的 然后底层是做的这个皮的 然后有钢带的啦 然后有胶带的一些款式 而且出的颜色也 近期出的非常非常的多 哦 那我走上这一款就是黑面 配白色这种颗度的 哦 这个就是属于比较经典的一个款式 哦 也要非常感谢 还是一样呃 Wordshop的Alex 来让小刚拍这一支表 Special Thanks for Alex哦 哦 哦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络一下哦 这个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一款哦 那接下来的第五第六第七第八支的手表呢 都是我这位非常好的朋友 Alex哦 from Workshop的这个 Mid Valley这边哦 呃 所以要Special Thanks 他Sponsor让我让小刚拍这几支手表哦 非常的推荐 呃 那第五支我更想推荐的呢 就是无疑 啊 如果讲到我这一集里面 品牌等级里面 真的是要说最高的话 我相信会是我 你眼前看到这一款Long Jeans啊 浪情的这个Hydro Conquest 那这个Hydro Conquest呢 它定价是在 呃 3670哦 扣了也是 3000以下就可以找到 所以我肯定会把它列入在这个系列当中 那但是只不过这一支它便宜 它价格为什么那么便宜 因为它是用了这个 呃 Quad就是 实应表的这个机型 所以实应表机型 大家也知道非常的耐用 呃 耐操方便跟非常的快 就是你不用去调时间啊 不用想太多 带上手就能够出门 但是而且你 虽然方便快哦 而且你还有 你手上带着是浪情哦 Long Jeans是一个等级的品牌 所以这个为什么我 会拿这一支表来推荐 那规格就是 41mm的规格 而且你不要看它 实应浪 实应这样子的表 它这个规格是 潜水系数是高达 这边30个Bar哦 是高达300米 300米的潜水系数 然后这个 陶瓷的表圈 41mm的规格 然后21mm的这个表带 这个就是 呃 第五支我个人想推荐的 呃 然后这个 第六支 哇 再说还是一样 Swatch旗下的这个品牌哦 哈米尔顿 Hammerdon这个品牌哦 这个品牌 为什么我会推荐这一支呢 因为它是一个 这个潜水表系列的一个款式啊 但是它完全没有像在超哪一个品牌哦 你没看到它 都有自己的特色 你看这边有橘色 就是橙色 配橙色的这个秒针啊 其实非常非常的特别啊 因为我比较少看到有这样子的设计 而且这支表最吸引我的地方 它是一个40mm的一个规格 那大家也知道一般上我 我一直有在介绍的都是稍微比较大的 可能42啊 43啊 或是超过40mm的 这一支潜水表就是 哇 跟劳力士哦 Rolex这种submariner的规格是一模一样哦 40mm哦 所以戴上手哦 其实是 真的是显得 不大不小 刚刚好哦 非常的漂亮这一支哦 我们来看一下 上手 非常非常的漂亮 小刚 个人非常喜欢这一款 但是它这一款的防水系数 就没有高达300米哦 是高达100米哦 circlebar的防水 然后一样蓝宝石镜面 而且它这个也是一样采用这个SWATCH旗下 80个小时的这个机型 但是这一次我想称赞一下 是我拿上手的那一个质量 就那个质感啊 它这个重量哦 是比起其他一些款式哦 是确实是比较 比起那个SATINA那些 稍微来的比较扎实 比较厚重整支表 这是我个人一个 非常称赞的地方哦 这边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旋路式的龙头啦 哦 我们来扭转一下 看哦 哦 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们来看一下 对 旋路式的龙头啦 橘色的这种 呃 这个型号 定价是在3500马币 呃扣了以后 也是一样在小刚 呃今天要讲这一集的这个 呃这个 这个距离 这个price的range里面这一边哦 那我们又回到来SATINA 雪铁娜这个品牌啦 哎不过讲讲下 其实SATINA 雪铁娜 我以前不认识表的时候 一听这个华语的名字啦 其实还蛮像一个雪铁龙啦 citron这个这个车的品牌啦 只不过我认识了这一只表之后 啊发觉它的历史哦 其实是非常非常悠久的一个品牌 所以我个人看到这一款哦 DX复古的这一款 呃这一款算是新的款 是我个人非常非常的推荐 这一款为什么呢 因为它比我之前所介绍的那一款 更加更加的便宜 更加的清明了 价格定价是2650哦 所以扣了之后 是更加更加的低了 那个价格 这个是它的这个啊 是个规格啦 呃动力储存也是一样 它这个机型哦 高达80个小时 而且我非常非常喜欢它的后盖 虽然它是没有做透背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做到好像 呃不像一个后盖啊 好像跟跟那个壳哦 跟它跟整个壳的那个侧边 是好像合为一体哦 非常非常的漂亮 可能它后盖做的稍微有一点鼓起啊 这边有一点圆润的一种感觉 而且它中间这边你摸的时候哦 它是凸起来的哦 所以那个质感 这个这个背后的质感哦 它雕刻的是 它这个硬的下去哦 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哦 这个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一款 而且还有就是哦 你不要看它这样子哦 它这个胶镜哦 是小刚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它是用黑色赖的 就不是那种蓝宝石镜面 但是这个是完全凸显出 以前手表那种复古的味道哦 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这一类型的 因为到现在哦 真的很少看到 真的是会复古回连表镜都用回以前的那一种 那一种那一种材质啦 就好像佩娜海 Panerai哦 它曾经也做过一些复古的一些限量哦 那个价格是炒得非常非常的高 这个我个人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那你看到它配上一条 中褐色的这一种复古的皮表带 这个面盘呢 它用了一种红色的秒针来做点缀呢 其余它是用黑底的哦 配上这个银色 银色的这个表圈的这些刻度 然后你这个面盘的方面 就是用了白色的这一种 这个黑白来做这个衬托 它这种刻度 那你会看到它为什么非常的复古 是因为它这种外圈的刻度啦 跟这个石标啦 index这一些的完全都是用了非常长的这一种 这种长条式的这种印刷在整个表圈 跟这个表盘上面哦 所以哇整只表 加上这个凸起来这种这种表镜啊 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带着这种这种表 如果你怕弄伤刮伤那个表镜 其实不用太担心 那我个人非常推荐你去淘宝 贴上一种这个软的这种 这个钢化膜啦 其实十零起十块都不到哦 你就能保护你这个镜子 不会不会被刮伤啊 这甚至是我自己一些配那海啦 蓝宝石镜面我我个人小钢本身都会有在贴的 贴成贴上一种这个高清的啊 这个保护膜 所以大家不用去担心 而且这一支我非常推荐是因为它附送了一个啊 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潜水的一个潜水型的一种造型的这种表 非常的漂亮 那个质量给人家看下去就是非常的高档啊 而且还附上一条多余的表带哦 而且还有那些一些它的这个弹簧啊 这个Spring bar这一些的 哇这个非常的漂亮这一支 结尾这边呢 我想跟一路来有支持我的朋友 这边真的是想说 Thank you Terima kasih 谢谢你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我也知道有一些朋友真的 其实我是没有像任何一个朋友和任何一间店 收取任何的利益来往 利益的冲突真的没有 所以我小钢做影片真的是发起于我内心 我个人觉得可以向大家推荐的 可以向大家介绍的我才去讲这一支表 所以因为很多朋友问我 你是不是有向人家收钱 其实我真的没有 所以在那边那些表店有和我说 他们真的有人去联系他们买表这样子 所以在那边我其实真的很惊喜 也觉得很开心 也觉得很安慰 那真的有朋友看到我频道 会去主动去联系去购买表这样子 那我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 这边真的是我个人真的很感动 小钢我真的很感动 那结尾我想说一下 那我写了下来 这里我分享了 那SKX呢 如果你是比较想 第一支我分享了 如果你是比较注重于这个 这个最低的价格 可以找到有这种旋入式龙头 200米防水 稍微比较可以真的是出用的 那我个人觉得这一支非常的适合 然后第二支我想讲的就是 Orient Star这个品牌 那Orient Star一般就是 Orient里面比较属于等级比较高的 然后它整个它的独特就是在于 它的那一个最标志性的 它的这个Power Reserve的Indicator 就是有这个动力储存显示的 然后还有就是它整个是全日本制造的 这个就是我第二支的这个特点 第三支我想讲就是Sertina Sertina这个其实不用讲了 一眼看上去 我觉得这个颜值还蛮高的 那黑面真的有一点像Submarina 劳力士那种感觉 但是它有自己的特色 你会看到它那个时针 那些都是用这个箭头式的 然后它用红色的秒针做点缀 这个然后它表圈的那个光泽度 然后一直都是我在个人强调的 然后蓝宝石镜面这一些 然后还有ISO 这个防水ISO的这个规格认证 然后再来就是 接下来一支表就是 性价比之王 王中之王 就是包括了80小时储存动力 蓝宝石镜面 这个Ceramic Bezer陶瓷表圈 然后等等这一些 非常吸引人的 而且价格也是非常的清明 3000以下2000多可能可以买到 这个就是T-Shot 天说的这个C-Star 防水300米 我个人其实这一支 我觉得是其实 如果你是没有第一次想入门的话 你可以其实试一下这一支 再接下来就是说 这个浪琴 Longjin这个其实我觉得 浪琴大家也知道了 你带浪琴 感觉就是跟人家不一样 这个level 等级就是高人一等 那而且这个3000多来讲 我个人扣了都不到3000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的 尤其是他用的这个十银的机芯 你不用去担心 就是十银对我来讲就是方便耐用 这样子 再加上浅水表 一般上我们也知道肯定是 给人的感觉就是很耐用 为什么呢 因为浅水表防水系数一般都比较高 所以觉得就给人家觉得是比较粗 可以粗用比较粗犷那种感觉 对吗 所以这个是我跟非常喜欢浪琴 十银的这一种 十银机芯一般上 给人家带来 为人们带来的这一种方便 这一种就是省时的这一种好处 这样子 我接下来就想说 Hamilton Hamilton 这一支 虽然它的防水数只是100米 但是它40mm的这个表克 确实做得 让我非常非常喜欢 而且整个质感质量拿在手上 确实是比较很扎实 那个扣子 Buckel那边也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的表 那个面盘的设计 还有24小时的那个 24小时制的那个显示的石标 这个也是一大 Hamilton Hamilton的一个卡基 这个 Spot Diver的这个特别 这个特点 那最后一个我还要想分享就是 再来就是Satina 雪铁娜DS 复古系列 这个我个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因为它用了这一种 大家也知道我在影片有提到 Panerai 2的这个胶镜 这一种Hazelite Alchilic Crystal 也卖得非常的好 甚至是奥美加 Omega Speedmaster Moonwatch 登月表 最有收藏收藏等级的 也是用了这一种Hazelite Crystal 它的那个幅度 那个表径的弧度 确实做的是 非常的漂亮 大家也不用去担心 如果你怕刮伤的话 只要买一层保护膜贴上去就好了 而且它那个表科 附送的表带 做的真的是非常非常有 那个复古的味道 然后它表径 它的整个规格是在42.8mm 中规中矩 非常的漂亮